啊 啊 啊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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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不要吧 快要不要 快趕快 快去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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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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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死的正楚呀 難道我丟了 死在這裡了嗎 我才不要這樣上頭條呢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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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快回來了 完蛋了 趕快給我換衣服 幫大小姐更衣化妝 快點 趕快給我拿衣服 我 林星辰 高麗集團唯一的繼承人 外人眼中 負責不扣的名門千金 多數女孩還在玩巴比娃娃的年紀 我的生日禮物 就已經是包包和鑽石 出門有司機隨戶 進門有管家隨事 從來不知家務為何物 課業成績嘛 雖然勉勉強強 但隨便塗鴉幾張畫 就能受到眾人吹捧 十歲那年無心插柳開畫者 自此被譽為 財貌兼備的美少女畫家 而平時呢 隨便發在網上的搭配 更是全網追捧的 時尚界風向標 聽起來 完全就是人生勝利組的代名詞 女兒啊 媽 媽 你怎麼來了 好了好了知道知道 有茶 什麼有茶 你怎麼都不提前告訴我一聲 哎呀 她待會好像回來了 等一下等一下 媽 唉唷 別讓我喝完這口 可是跟你說過 沒事別來嘛 姐 你的茶 作為一個真公主 我也有一點小秘密 這位就是我的親生母親 麻雀變鳳凰資深會員 朱莉雅女士 這位冷靜幹練的女士 就是陳明莉 是我死去老爸唯一的妻子 也是我在外人面前唯一的母親 在兩個女人長達十幾年的戰爭中 為什麼她能取勝 我想一目了然 天經地義 唉那個 媽咪特地來跟你說啊 你知道 一定要好好地準備啊 因為婚姻啊 是女人最大的成功了 嗯 混得好呢 不如嫁得好 嫁得好呢 不如嫁得好啊 那我爸不是當初也沒娶呢 哎呀 不就差那麼一步嘛 差一步嗎 男人都已經死了 說這些有什麼用啊 免回過去 不如備戰明天 我已經跟你鄭伯父聯繫過了 今天晚上鄭楚耀歸國的歡迎酒會 你們兩個先見個面 培養一下感情 對了對了 如果順利 三個月之後就可以結婚了 鄭楚耀我跟他九年沒見了 怎麼結婚啊 哎呀 對方可是鄭楚耀啊 哎呀我知道 不就是那個超名的文故子弟嗎 我這一輩子 就有一天能對他有感情 哪天 他葬禮那天 你最好別盼著那天 就算他成了紙紮人 你還是得嫁給他 媽 哎呀 好了好了啊 乖啊 你呢就好好的嫁給他 好不好 哎 你就當做 是你要做一個豪門千金付出的代價 好不好 你媽總算說對一句話 既然是豪門千金 你早該做好心理準備 看在你是我死去老公的女兒份上 這已經是我幫你挑的最好的選擇 進來 好 端莊大方 高貴優雅又不失華麗 嗯 重點是 看起來真的像個公主 好了 我 我要收收花妝了 你們先走 拜拜 拜拜媽媽 走吧 哎呀寶貝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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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嫁人嗎 嫁給誰都一樣 或許那個鄭楚藥還不錯 是個帥哥呢 可是 我喜歡的人 真的不會喜歡我嗎 算了 或許 我還看不上她呢 鄭楚藥 非常好 不错 保持状态 她在天台上 穿着白色戏装 拿出你公主的样子 去征服你的王子 公主这房子什么鬼啊 这是中世纪少女们 才有的鬼畜情节吧 白色的西装 是正初药 还算是配得上本小姐嘛 十几年没见 还成了白马王子了 好吧 既然如此 看在家族联姻的份上 就给你一个机会 感谢观看 怎么样 第一次合奏 就能这么天衣无缝的 就有本小姐了吧 还不快来表扬我 这个笨蛋 这个笨蛋 见到未婚妻 还在害羞个什么劲啊 她这个样子好萌 算了 原谅你了 我叫林星辰 居然完全没有反应 郑初药 听到未婚妻的名字 还不赶紧下跪 你到底会不会谈恋爱呀 该不会还在想怎么夸我吧 不好意思啊 请你离开 我要继续弹琴了 这适合未婚妻说话的语气吗 不要以为我先开口跟你说话 你就可以嚣张 学长 在这么美好的夜晚 跟这么美丽的女孩子说这种话 是很失礼的 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拜托 我和我未婚夫之间的事情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觉得 突然出来打断别人 才比较失礼吧 女人 你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 送给你 美丽的公主 公主也是你叫的吗 你算哪门子王子啊 谢谢你的花 不过我想继续约会了 约会 学长 我是让你来弹钢琴的 不是让你来泡妞的 不过算了 我郑楚药 也不像是为为难你的人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是郑楚药 是啊 那 你不是郑楚药 她叫江念雨 是我请了弹钢琴的同学 所以 你才是郑楚药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知不知道冒充别人 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而且你还冒充 你还冒充正楚药 跟人家四手连弹 小姐 你的内心心也太丰富了吧 从头到尾 我根本什么都没说过 总之你 你就是一个骗子 原来你是在冒充本少爷 可是像本少爷这样天生的气质 可不是随便一套白色的西装 就模仿得来的 百花花 小心花粉会让人过敏 不要离得太近 这现场谁布置的 把这么危险的花放在这里 回头啊 肯定好好教训她 刚才 看来有一些误会 送给你 这可不是一只花 就能弥补得尴尬好吗 幸好我反应快 才没有太丢脸 作为我的未婚服 拜托你下次机灵点嘛 谢谢啊 不客气 你说 小时候我们两个就认识了 对啊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还都很小呢 只有十岁 那个时候我不小心弄丢了鞋子 还是你很绅士地帮我捡回来的呢 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啊 这是你的鞋吗 是我的鞋子 你拿去穿吧 不是应该你帮我穿鞋子吗 童话故事里面都是这么写 王子要帮公主穿鞋 你是什么东西 竟然让我帮你穿鞋 我才不是什么东西 我才不是什么东西 怎么回事啊 是他 是他抢了我的鞋子 不是我 你还说谎 不是我 叫你说 叫你 你是林星辰 对啊 欢迎你回来 我亲爱的未婚夫 走 跟我过来 你干嘛啊 你们看 星辰跟楚药聊得蛮开心的 是啊 这么多女孩子 就属星辰最漂亮 你们家楚药这么优秀 这个娃娃亲 看起来订得真不错 你放手你干嘛 李星辰 立刻把这个婚约 给本少爷取消 那是你爸跟我妈 决定的事情好吗 你以为本少爷 喜欢在这儿陪你笑啊 这样最好 因为本少爷 是不可能跟你结婚的 你这个人神经分裂吧 刚刚不还是被我迷得 神魂颠倒的吗 怎么现在说变就变了 我 我什么时候被你迷得 神魂颠倒 你少自作多情了好不好 你真的不想跟我结婚吗 对 我真的不想跟你结婚 为什么 因为本少爷喜欢上别人 那我倒要看看是哪家千金 能跟我林星辰做情敌 资质可不能太差啊 那是当然的 她可是我见过 最善良 最天真 最单纯 最有才华的女孩 跟你这种公主病相比啊 你差太远了 好啊 好啊 那你就介绍给我看看 让我看看她有多优秀 既然你喜欢她 她今天应该也在这儿吧 那有什么问题 杨阳 过来 这是她 她她 她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女孩子 她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女孩子 她就是她 为什么不想要 她就是了 她就是她的外邻婚夫 这个女孩子 我看了你 在这家饭店打工 打工 我就是问你话而已 用得着摆出衣服 好像我要吃了你的样子吗 黎清晨 我把她介绍给你 就是要你知难而退 于洋洋是本少爷的朋友 你不要再为难她了 随便聊聊不算过分吧 于洋洋 请问你现在还在上班吗 你既然在上班的话 为什么要拉着我未婚夫的手不放 还不赶紧给我放开 杨洋 起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应该一直拉着你未婚夫的手 杨洋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是我不好 你们不要为了我吵架 林清晨 你干吗 行哪 这装可怜的功夫可够高的 我还真小瞧了你 宫渡生小姐 请问你在这里打工的时薪是多少 三十块 那你知道 你刚刚打碎的那套餐具 要多少钱吗 光其中一个盘子 就要两千块钱你知道吗 恐怕你三个月不吃不喝也还不起吧 没事 不用你赔 可是你知道 下面的那些 长得很像的盘子要多少钱 只要三十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是假的 是赝品 有些人耍些小伎俩 外行人看不出来 可惜我是内行人 盘子是这样 人也是 林清晨 你可真是一点都没变了 怎么 不过就是几个破盘子嘛 你还真当自己是公主吗 我告诉你啊 我跟你啊 不可能 你死心吧你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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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阳你给我站住 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都说了 我跟你不可能 我是不会喜欢你的 放手 你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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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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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死的正处呀 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吗 我才不要这样上头条呢 来吧 不要动脚 上来 你没事吧 没事 我 三郎 你为什么冒凶啊 不会真的坏点了吧 不要坏啊 不要坏 兄弟 你救的可是林心辰 叫他买块新的给你 白凤美变落汤鸡 看来失身才是年度盛点 还不赶快把文章删掉 不用 我要把他们都找出来 一个一个找他们报仇 大小姐 这次牵扯的人很多啊 那就把他们的名单都给我 我林星辰不报仇 势不为人 对了 还有上次救我的那个人呢 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提早离开了 但是我们已经在找他了 大小姐 刘玛 除了送表给他之外 还有什么需要吗 不用了 先帮我把他人找出来再说 好的 那小姐的意思是就这么算了 我从来没这么丢脸过 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 听说郑少爷 昨天被他爸爸狠狠地叫醒了一顿 需不需要请夫人再去郑家 哼 不用 我打算亲自出卖 让他郑主要爱上我之后 再把他给甩了 德叔 我想喝杯姜水 好的 你喜欢的人都不会喜欢你 不会这么倒霉吧 我都已经过了十八岁了 诅咒应该都不在了吧 不对 我又没打算真的爱上郑初遥 我就是报仇而已 公主作战第一步 换装变身 一定要让对方眼前一亮 公主作战第二步 装作偶遇 矜持的手朱大吐 公主作战第三步 一切既往不咎 重新让对方为你打开心扉 好巧啊 怎么用 冒牌户 怎么是你啊 等等 你跑什么跑啊 我又不可能吃了你 怎么 啊 怎么是你啊 我的蛋糕 摔烂了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摔烂了再给你买一块行吗 李星成 你们三个每次都需要组团出现吗 杨阳 杨阳 她是不是又欺负你啊 你怎么一口就认定是我欺负她 因为欺负人就是你最大的爱好啊 杨阳 你别怕了 告诉我 这蛋糕怎么了 没事 是我 不小心把蛋糕摔在地上了 跟林小姐无关 这是高明的女人哪 最后这句话明显就是多余的吧 杨阳啊 你就是太善良了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为这种恶毒的女人掩饰 林星成 我警告你啊 你不要挑战我的忍耐极限 你会后悔的 郑初遥 这么老套的台词你都说得出口 你是国外办道总裁看多了吧你 你们聊吧 我先走了 再见 杨阳 杨 好像那个最可爱 最善良的女孩 跟你也没有很熟嘛 会越来越熟的 不过话说回来 你在这里干嘛 嗨 怎么又碰到你 好巧啊 谢谢你啊 不过这里是本少爷家附近 你不要跟我说 你是跑步路过的 对对对 我就是跑步路过的 好巧啊 真巧啊 跑不好啊 那你慢慢跑啊 无聊 郑初遥 你跟我回来这么久了 我们都没有好好聊过天 那个 我们要不然今天下午 约个下午茶 好吗 下午茶 谁要给你喝下午茶 你自己喝吧你 哎 也是啊 我们好久不见了 嗯 要不然 我跟你约 今天下午三点 围风广场 不见不散 我就说嘛 我们都好久不见了 可要好好聊聊 那 就今天下午见喽 嗯 拜拜 拜拜 不见不散啊 不见不散 拜拜 耶 公主作战第四步 利用约会 发挥自己优势 成功俘获对方的心 郑初遥 你要冷静 不要被这个恶毒的 女人的外表迷惑了 这些都是假的 假的 江念雨 字倒是蛮好看的 但是 年雨 什么奇怪的名字啊 莫名其妙 不过 我倒是觉得 大小姐 车子准备好了 急什么呀 不就是跟个富二来约会吗 我跟你说啊 如果一个女生 第一次约会的话 迟到十分钟到半小时 都是基本礼仪 期盼的爱情 才更美好 哼 让你等了十几分钟 就当是昨天你误会 本小姐的惩罚吧 什么情况 本小姐都到了 还不赶快出来接驾 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 妈 听说你约了楚遥去约会是吧 嗯 很好 我安排记者去拍照了 你给我好好约会 你不要再让我丢脸了啊 如果还像昨天那样 我就只有把你丢到海里去喂鱼了 哎 不是吧 还能不能让人有点隐私啊 约什么会啊 不接电话 消失不见 喂 郑楚遥你要是现在出现 你就死定了 喂 你在哪儿 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你下午了 哦 忘了跟你说 根本没想和你约会 只是要教训一下 你该不会还在那里吧 我怎么可能还在这儿 我早就走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你 喂 喂 郑楚遥 居然敢挂我电话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你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啊 神经病自恋自大狂妄子病 我真是受告了 好 德叔 帮我准备 面对这种等了四个小时 被告知故意放鸽子的情况 公主的反应可能如下 复仇的公主 魂魂魄 毯靠你 靠你 血脂血肠 等等等等 我错了 或者败金等 这些我全都要了 不过我是林星辰 注定与众不同 我有我自己的方式 是的 你们没有看错 在这种时候 我一般选择去看必要漫画 是新来的摆设吗 郑楚耀 你以为我真的不喜欢上帝吗 我根本就是打算让你爱上我之后 就把你甩了 余泱泱 什么鬼啊 一见面不是哭腔就是做着 做做交警杀 我林星辰既然能够被人放鸽子 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 对 就是因为那个江念雨 要不是因为江念雨 我就不可能认错人 要不是认错人 郑楚耀就不会讨厌我 如果不讨厌我就不会有余泱泱 如果没有余泱泱 我就不会被放鸽子 都是因为江念雨 混蛋 混蛋 江念雨的出现 有可能是因为想要破坏我跟郑楚耀 对 她今天还出现在郑楚耀家门口了 一定是 你干嘛 小语 你 走开 小语 小语 你 你听我解释 听我解释嘛 我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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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啊小语 你听她听话好了 小语 我喜欢的人是你呀小语 真的 你要我怎么证明给你看 放他歌词 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可是 我今天跟郑楚耀的约会搞砸了 我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 妈一定很失望 对了 就是因为江念雨 她不但要破坏我的感情 还要教坏我的男人 还要抢我的男人 还要抢我的男人 你说你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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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为什么不看脸 为什么认错人 为什么为什么你个混蛋 你个冰块脸 你个变态不要 够了 你你既然是活的 那我刚刚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站住 我 喂 你干什么去 你等我 你等我一下 你等我呀 喂 你别跑啊 喂喂 你等我啊 喂喂喂 你要去哪里啊 你还没付钱呢 哦 老板娘 我今天忘了带钱包了 我能不能设账啊 你还要设账啊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不行 你今天要是不付钱的话 我是不会让你走的 嗯 你要帮他给啊 哇 这些太好了 你帮我付了钱啊 谢谢你啊 你刚刚干嘛跑啊 我很可怕吗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哎 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吧 这样呢我就把钱加倍还给你 那怎么行 你打这份工也不容易的 哎 我说要还给你就要还给你 你就 哎 你去哪儿啊 我林星辰连人的人情都不欠 熊都不欠 哎 你等等我啊 别跑 喂 喂 喂 你不要再走了 喂 别走 喂 喂 喂 不要再走了 我已经追了你三条街了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喂 你有没有听到我在说话 真的很累 大晚上 你真的不要再走了 行不行啊 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啊 你 我都跟你说完了 你不要再走了 对了 我想起来了 你把那个熊头摘下来 我给你拍张照 你放心 我林星辰一定会把钱还给你的 哎 你的反应怎么那么大 你是不是我认识的人 你快点把熊头给我摘下来 让我看看你是谁 我今天非拍到你不可 你别动 你别动 我的熊链卡住了 喂 我新买的很贵的 卡住了 卡住了 怎么办 卡住了 找到你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已经有了眉目了 他近处都有保镖 可能有些时候 不太方便 不方便 是 要真的不方便的话 就把那些制造不方便的人干掉 总之 我要你好好跟着他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明白 谁 好 走 追 哇 公主爆耶 哎呀 会走光的 啊 放我下来 我都说了我自己会走 你别动 你别动 我的手脸好像又卡住了 你别动 你别动 我叫你别动你听不到啊 你的胸肌 好像还练得挺坚实的嘛 喂 干嘛去啊 我们照还没拍呢 去哪儿啊 而且我的手脸也坏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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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今天真是让我长脸 自己看一看 什么失恋痛哭公主病啊 事实是正主要放我鸽子 我就是打电话 骂了他一对而已 现在他们只愿相信 他们相信的 谁管真相是什么 就好像你在大家眼中 是我们林家正牌千金大小姐一样 不是吗 重点不在于你是被放鸽子 而是你在大家眼中 有没有扮演好一个真公主 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吧 什么真公主啊 你为谁愿意当一样 什么 我总是不喜欢你 我是愿意当啊 都是因为那个该死的正主要 要不是他害我两次丢脸 我怎么可能到现在这样 等我临行人报仇 你小心一点 喂 德叔 安排我到四月学院上学 对 就是郑初遥在的那个四月学院 和我朝夕相处 你不会爱上我 对了 看一下今天那个熊的照片拍到没有 又忘了密码 猪脑子 江念雨 江念雨 目前就读于四月学院以休学 怪不得跟那个郑初遥认识啊 不过 已经休学了 应该不会再见到了吧 我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 妈一定很失望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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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开灵 为什么认读人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个混蛋 你个比坏脸 为什么这样子 你个变态 不要我 人家 这就是四野学院 这里就是我林星辰正负郑初遥的战场 给 没事吧 小雨学长 不会吧 冰块脸不是已经休学了吗 记住 你是公主 只能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没想到 我又可以在这里遇见你啊 好久不见 这两个人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 你是躲在这里偷拍吗 别胡说八道 我就是搞创作 创作你知不知道 我就不明白了 林星辰 你什么都有了 为什么还要欺负于泱泱 我欺负于泱泱 对 我就是欺负于泱泱 我就是看不惯她一脸懦弱的样子 你 founder了 金星辰 我来女士 你听这些人吗